Hello 大家好 這段影片 先看看選將方面有什麼 有吾國 陸遜小喬 要不就是陸遜小喬 要不就是群雄的呂布河太后 其實如果你說 吾國這陣子都玩得比較多 而且始終那個 很多時候都是吾國的人數比較多 所以這次選擇其實是想玩呂布河太后 其實4血的河太后就比較厲害 因為始終河太后最主要是有牌 你有牌就可以讀人 沒有牌就讀不到 所以你保留多一張牌 如果4血河太后的話 相對上其實會比較適合些 或者叫做一個比較強一點的武将 如果強一點的組合 還沒說到這局之前 可以看今早的戰績 看看右邊的拳 wonderfully 贏、輸、贏、贏、贏 不錯嘛 重用眼鏡就鬆一點 看看兩邊上 freaked out 先看看幾號位 拉刮,這方天去太快了 現在二號位 Então其實可以 這個手牌都可以 田鋒看了我 大家可以留意田鋒這個做法是不好的 你看一下 是你的隊友 你又不敢殺 如果你不殺的話 別人就會覺得 他是你的隊友 所以這個做法 一定是看完位的 最主要你可以看看有什麼可以選擇 首先你可以看看 最對家 那些位置 你打不到他 那些人 又或者你可以看看他的 成率是多少 也能看到 成率是多少 盡量對自己有優勢 比較控制著 成率比較高的玩家 最重要是 不要看上加下加 這個是比較 很多人都不知道 的一個打法 那我這裡當然是不出來 因為為什麼呢 雖然有個圖跑了 但是你看到其實 3457號位都是未知身份 那我現在出來 如果沒有群雄的話 我們三個群雄就被人圍毆了 一定 那這三個群雄被人圍毆 你覺得打不打得贏呢 我就覺得打不贏了 一定 因為你看到填封的操作 也都不是一個非常之熟 熟 應該這麼說 不是一個很熟練的玩家 那孔雄其實出來 也都不知不解 我就不會出來的了 那 掛些裝備 過了 那這裡呢 跟大家說回 一定要打閃 一定要打閃 因為本身其實 其實 如果你打決鬥的話 人家就會覺得 喂 你不打決鬥田鋒 那你是不是群雄啊 但其實這個想法是錯的 因為呢 如果你真的是群雄的話 你一定會打決鬥其他人 你不會打一張決鬥 那殺 同樣道理 你不殺田鋒 所以其實打閃是比較適合的 那下加 都是比較低調 那李典 這次是蘇雅之士 不須於諸將爭功 無蹤 無蹤 那 教育出來 看看其他人 侯敦 為天下 蒼生 注意地方 化解 自願 小細塵 那 有個逃跑 大家留意 余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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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吉不錯 那 和大家說回余吉本身的技能 因為都是屬於一隻比較新的帳 那余吉其實很簡單 那技能就是 如果你勢力相同 即群雄 群雄任何一位角色受傷之後 那你就可以用一張牌 用一張手牌也好 裝備牌也好 那 用一張牌就當一個叫千環 當一張環 那環的話 的意思就是說 當你如果有這張環的時候 下一次如果有其他角色 他的目標是群雄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一張環來取消他的目標 那換言之就是什麼呢 譬如現在利典出牌 那你如果可能想用過測橋 拆田鋒也好 拆恐龍也好 或者拆假虚也好 假虚一定要用紅色那張過測 拆的時候你就可以用一張千環 那用一張千環的意思就是 這張過測就無效了 簡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那除了過測之外 那殺都是一樣 那但要留意就是說 這個千環呢 只可以適用於 一個目標的時候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很多時候 如果你是譬如說太史池 太史池拼點之後 那接著就殺兩個群雄 那殺兩個群雄 那這個時候其實是不可以用千環 來取消這張殺的效果 那這個就是余吉的技能 那看一下 可以看看最下面的一句 就說錦囊牌是唯一目標 唯一目標 唯一目標 所以這個是他的 叫做一些限制 大家都知道 那繼續這個局勢 看看如何 先看看 那這裡就是了 剛剛正正示範了 那我用過測 刷田鋒 那就可以用一張環來取消 那這個其實 不要浪費這張環 因為你刷田鋒 第一 你有四張手牌 就給他拆了 還有你田鋒 其實他的技能 沒有了手牌的時候 你可以棄置別人的牌 那就可以拆了 其實沒所謂 那這個環其實 我覺得有點浪費了 是沒有了的 那那han8 那全都解開了 那加他 解開閃 加他 加火攻 然後 受傷以後 可以用了幻 那這裡其實我們剛剛 剛剛 吃了個技能 因為 因為讀孝敦是沒什麼意思的 最主要是讀三號位 讀李典也不是太好 其實也可以選擇讀六號位 讀死六號位的話 如果他是魏國的話 可以收到六張牌 如果他是其他群也好 即是野心家 不太熟也好 也可以收到四張牌 一加三 所以這裡不太多技能出來 無蹤 大家可以看到鐵索的時候 是不可以用千環來取消的 因為鐵索連兩個人也不是唯一目標 軟膠近攻就可以了 因為是軟膠填封的 唯一目標 然後是蔡文基 其實這裡如果有個蔡文基的話 其實很舒服的 因為至少限制著魏國的攻勢 所以我們要先測試一下 這個時候我們一定要預量 預量何太后 希望讀死六號位 還有你要想一下 在這個時候 是沒有曹編的 因為曹編不會是四血 所以其實這張 比如說你讀死了 它有七張牌 也不會被曹編收視 所以大家要一些細節位 大家都要去考慮 填封去摸牌 那這個救其實也是聰明的 因為不想被我摸太多牌 龐德 這裡不要毒它 順回一張兵 落里典 落里典 其實這個位落里典 也未必說是錯 但是其實里典 當然它的爆發能力 有啦 但是其實 三號位會更加恐怖 因為它是四血 還有三張牌 可能來過泰斯池也好 來過 其他可能有些黃蓋 其實都是比較麻煩的 好 蔡文基 開了五谷風燈 看看蔡文基拿什麼 拿一張毛蟹 大家留一留意 現在有七張牌給你選擇 如果你是會拿哪一張呢 你要想的就是 哪一張會令到我們四個群雄 有機會 會有人死呢 答案就是 藍環入侵 因為藍環入侵 其實 雖然說是假的 黑色沒用 對他 剛剛錯文基 有藤甲 但是你要留意 孔雄在這個位置 他的千患 是不可以 用來 擋著藍環入侵 因為藍環入侵 對著所有角色 都是目標的 而且這一張 是很大的機會 令到我們 是會 這個群雄 是會瞬間 滅亡的 所以這裏一定要拿一張藍環入侵 防止 下街也好 里典也好 效果也好 就造成一些比較嚴重的傷害 那獨賽有一張 巫蟹 應該都是巫蟹魏國的了 拿藍環吧 我們 拿一張走 用完先驅 那你這刀就殺得 不太明白了 為什麼呢 因為 第一 你殺他 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他已經走了 還有 這個四張牌 你不如真的殺 下家 殺三號 他把一張死命好 押去一滴血都好 都是會比較 好的做法 那這就算了 還有 為什麼殺他不好呢 殺這個 六號位不好呢 雖然他走了 還有 最重要的是 被何太后殺 他才會拿得最多牌 所以這個 有一些細節位 填封未必做得太好 那大橋 呂蒙 都是算比較弱的 那這裏我們一定要搞這個人 因為你效登已經是 你不搞他 他沒有技能 就是駱俊只有一張牌 那利電當然是不行 利電 你的三滴血 你還硬他的血 然後還被他用技能嗎 還被他爆發嗎 所以我們就搞這個 三號位 這裏我們選擇 留四張牌過 因為 那招 何太后 牌很重要 你殺一刀其實沒有意思 他扣了他就扣了一滴血 沒有意思的 那駱俊在這裏 那我等我減一 好了 來了 大家最期待的畫面出現了 夜心家 還要是 袁兆 那他熬不熬到了 那李典就選擇送他 現在這個大咀 即是袁兆 改了版 只可以射四次 那其實這個最關鍵就是 我們不怕 我們不怕 搞他 因為他黑色 其實最麻煩 因為這個 蔡文基 他是一個填鋒 換言之 如果孔雄死 他要扣滴血 如果我死 他要扣滴血 龐德死 他要扣滴血 那所以就說 是很大機會 是會瞬間 群雄就會死 尤其是現在李典 還配入他 那所以這個位 大家千萬不要看少 袁兆 雖然他改了版 但是 他也是有一定的能力 還有一個眼亮文酬 他已經判了雙紅 那還可以決鬥 那雖然你說 有三張玩 那不知道是否定得順 那繼續來 那繼續幫你補牌 那又不光烈 也是 那看有沒有土 這個一定要救 是啊 救一救先 那我們這裡也是 算了去扣滴血 因為流牌比較重要 何太後帶 繼續來 繼續射 那你點死了 那你點死 是否摸兩張牌 有兩岸的過 那不是的 記住 因為野心家改了 改了那個 那個效果 就是說 野心家 你逢生殺死一個人 無論他什麼勢力都好 他也是摸三張牌 那下後都死了 又摸三張 恐龍 還有土 還有土 夠不夠呢 幸好還有一顆 那這裡一定會出閃 為什麼呢 喂 你說他殺你 那你就死了 不會死的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有四張千環 所以 唯一 如果我出了閃之後 唯一 可以有機會 打死群熊的話 只有什麼呢 真是那張萬箭齊法 或者 藍盟入侵 因為他們是所有目標 他們是所有目標的 他不是唯一目標 他千萬是用不到的 所以 就是說 為什麼 你一定要在那裡 拿一張 在五谷那裡拿一張 藍盟入侵 就是這一張 如果你沒有拿這一張 基本上很大機會 這一局 一定是輸的 一定是輸的 因為你 恐龍死了 他再摸三張牌 而田鋒也是扣血 我們的狀態 全部只有一滴血 可能大咀 下一回合再射的話 基本上我們很難的 然後用千萬吧 殺他 又可以用千萬 這局已經結束了 所以 其實 大家要 一些細節位 也是那句 很快 我們先看看這局 有幾個關鍵 第一就是 最關鍵是 一個田鋒 田鋒那張藤甲 真的很神 另外就是 那張藍鴨 藍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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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鴨 還有 那張藍鴨 藍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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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贏得到這一局 所以希望大家這段影片就學到一些東西 我們下段影片再見 有什麼問題隨時去問 隨時去留言 也希望大家去追蹤我的Facebook page 下面有連結 這段影片就到這裡